各位同学早安 我们这一堂课接着讲马说 那我们上一堂课呢 在开课的前面呢 已经呢跟大家介绍过 两部关于现代伯乐呢 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然后呢我们交代了学习目标呢 我们做了知识回顾 什么说解释什么是说 然后我们讲解了伯乐像马这个故事 那介绍了伯乐这个人 然后我们足之足迹的呢 就解释了把说这篇文章 然后还做了翻译 那写完文章之后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节 交代三段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下课之前呢 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思考题 说这篇文章呢 的写作特点呢 是托物欲欲 那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 做得在当中借谈马来谈别的意思呢 老师上一堂课给过的提示呢 是就是作者函欲对不对 那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去找资料呢 那如果你有找的话 或者是送一份课本呢 你就其实很快的就找到 它借谈马来表达什么意思了 我们适不迂时马上来看作者 那函欲呢 相信大家是熟能详的 因为我们经常被唐宋拔大家 对不对啊 那函欲呢 它的字叫退之啊 特别有意思啊 因为这个欲呢 是超过胜过的意思啊 所以呢 它的号呢 它的字呢 就要选一个相反的意思 就是我超过了 然后可是呢 我也要有时候呢 要懂得这个退啊 懂得进也要懂得退啊 那古人的这个名字之间呢 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对 或者是相应的名字啊 像那个诸葛亮啊 诸葛亮的那个原来的名字呢 是这个诸葛孔明对不对啊 孔明呢 是孔里面的这个洞口里面的小小的明 那它的字叫亮呢 它是相应的意思啊 从小洞的明亮啊 变成很大的这个明亮啊 那所以古人取名跟字的这个 这个想法呢 是很特别的啊 那这些同学呢 每一次去看古人的资料的时候呢 也多思考一下它的名字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 那那诗人呢 称他为韩昌黎或昌黎先生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祖籍呢 是河北昌黎人啊 那老师记得跟大家说过啊 那古人呢 经常呢 也会以他们的出生地 或者是他们的官名呢 作为他们的号 或者是他们的字呢 也是有的啊 好 那么呃 他是唐代文学家 还有思想家 那说思想家呢 主要强调 他是这个儒家思想的啊 那有个说法呢 是说 借孔子跟孟子之后呢 的一个大儒呢 就属 韩非莫属了啊 那呃 这个灰色的字呢 同学可以抄也可以不抄啊 因为这是课本没有的啊 老师只是因为 下面的这个昌黎先生级呢 才补充的啊 那就是因为这个啊 著作呢 有昌黎先生级啊 那他有两大事件 值得同学要记住的啊 803年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呢 他曾经上书呢 请求皇帝宽免人民的这个谣役啊 那可是失败了啊 那就被皇帝贬为呢 阳三县令了啊 那还有另外第二件事情蛮重要的 就是819年呢 因见诸唐县中 因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啊 那这个佛骨呢 相信大家知道的啊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蛇丽子啊 就是啊 佛陀啊 或者是一些高僧大德呢 他们在啊 就是啊 死之后呢 火化之后呢 剩下的那个骨头啊 骨灰啊 有些部分呢 会被啊 称为蛇丽子的啊 就是叫佛骨啦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可能老师要补充一个小小的 这个历史知识啊 因为关于这个 剑银佛骨呢 是中国历史上呢 儒家跟佛家 矛盾斗争的一个 很重大的这个事件啊 那因为我们佛教呢 是传自于印度啊 那可是后来呢 也逐渐呢 被啊 中国当地的人民所 开始慢慢的接受了啊 那晚唐呢 甚至有几个佛教啊 晚唐呢 甚至有几个皇帝呢 都是学佛的啊 那佛教呢 也曾经呢 圣极一时的啊 那可是呢 当时呢 有很多知识分子呢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 他依据儒学思想呢 提出反佛的这个意见 那当中呢 当然还包括我们的 韩玉先生啊 那当然啊 这个反佛的意见呢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评论啊 因为呢 这个反佛的这个 涵液里面呢 可能也包括了啊 这个啊 非佛法的一些情况啊 比如像是 啊 民间信仰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不太讲 就不太评价这件事情啊 只是跟大家搅带啊 这个事情的缘由而已啊 那在唐献中 缘和14年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819年呢 如佛矛盾 以一种激烈的形式爆发了 那因为缘和14年呢 是开塔的时期 唐献中呢 要迎佛鼓入宫内供养三日 那当韩玉呢 当韩玉听到这个消息呢 他马上写下了一篇文章 叫做 《剑淫佛鼓》呢 上奏这个唐献中啊 那在里面呢 极力的论证呢 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信仰佛教啊 里面的这个语气呢 其实用的还蛮重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看里面这些文章的几句话 那这个《剑淫佛鼓表》啊 那比如说他看了这一个啊 你看啊 汉明帝时时有佛法 明帝在位才18年了 其后乱亡相继 运错不长啊 你看信佛法之后呢 才18年呢 然后似乎呢 没有带来呢 很好的这个运气啊 那这句话 很很很 语气蛮重的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啊 拿这里啊 为梁武帝在位48年 前后三度舍身 是佛 宗庙之际 不用生劳 昼日一时 至于菜果 那这个梁武帝呢 在位48年呢 前后三度呢 使身呢 就是未来要 呃 是 吃佛 那甚至呢 他做一些宗庙里面的祭祀时候呢 他不用那些牲畜 牛羊等等啊 那昼日一时呢 就是早晚的 只吃一顿饭 然后只吃一些蔬菜水果而已啊 那之后呢 竟为猴敬所避啊 被人这个猴敬所避啊 然后在那个 额死 台成二死啊 然后国义寻灭啊 那国家呢 不久呢 也更着灭亡了啊 你看这个梁武帝啊 是佛求福啊 可是怎么样 哪更得祸呀 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 亦可知已啊 你看他的那个 他是有论证 那个虽然 说的 对这个 福教真的是 有很大的 这个意见啊 可是他是有这个论证的 然后我们再 挑一些句子给大家看一下 啊啊啊 对啊 这个 粉顶烧纸 白石 围裙 解衣 散前 之木 之招 之木 转香 仿效 唯一孔 后食 老少奔波 气气 叶次 那这里呢 就是说 这个粉顶烧纸 这个就是 大家有看过一些出家人 头上呢 有那个六个小黑顶 小黑点 对不对啊 就是你拿 那个 那个香呢 就是 有熏 熏六个点 它有它的特别的意思 然后呢 就有说 为了这个学佛呀 为了这个仕佛啊 然后甚至呢 有些人呢 是放弃自己的 这个工作的 把自己工作 放在第二位的 若不极佳 今儿 更立足世 那如果我们不加以精子 必有断臂 软身 以为供养者 那就好像有人就是 把自己的身上的肉 一块块切下来 然后把自己的手臂 砍断 然后去供养佛 当然呢 这个呢 你要懂的 那个佛教故事才知道 这个是那个 禅宗 恶主啊 就是曾经呢 有断过自己的手臂 然后跟那个打魔法师 求法的 然后也有歌声 在割自己的肉呢 去喂这个老鹰的 那当然这个背后 有他的这个意思的 那不过他举的 这些例子呢 都是真实 在佛教故事里面有过的 那怎么样 然后就让他评价呢 这些啊 伤风败俗啊 传孝四方啊 非细事也啊 那他就有批 他就批评这些事呢 根本就是伤风败俗啊 然后也会 呃 以笑大方啊 然后语气呢 非常重啊 如果你是佛教徒的话 你可以感受得到 哦 然后接着他 最后一段呢 他有用这个孔子的话啊 文语里面的啊 孔子曰 敬鬼神而愿之啊 然后孔子就说啊 我们不可以 就是我们对鬼神要敬 可是呢 我们不可以靠近他啊 那孔子也不谈这种鬼神的事情啊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们再跳啊 这种 呃 这个啊 你看啊 呃 佛如有灵啊 人能做祸碎 凡有殃旧啊 宜家成生 上天见灵 成不愿悔啊 那么如果佛是有灵的话呢 他也能够除了起伏之后 除除了起 佛如果有灵的话呢 他也除了起伏之外呢 他应该也会给我带来这一个 这个祸害的嘛 对不对啊 那如果真的要怪罪我的话啊 怪罪我劝皇上你 不可以以佛谷啊 那就加在我身上吧啊 那上天呢 可以呃 作证啊 我不会怨悔的啊 那你看啊 就是最后呢 啊 怎么样啊 成慌成恐的 这个劝谏啊 那这个这篇文章的确比较重了一些啊 到最后呢 呃 他是不成功的啊 他甚至呢 还险些啊 丢了性命啊 不过最后呢 幸好呢 他只被贬而已啊 啊 因为当时唐献宗呢 是非常 呃 对佛教呢 是非常啊 这个投入啊 啊 跟这个信仰至极的 啊 那这就是建议福谷的事情啊 那这篇文章嘛 说呢 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写的 哈 我们接着看他的写作背景啊 大悦坐于真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 那这个时候呢 韩玉初登仕途非常不得志啊 他曾经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 那可惜呢 呃 有忧天下之心的他呢 呃 终究呢 未被财纳啊 那后来呢 他又相继预服于一些节度时木相啊 郁郁不得志 再加上当时政治黑暗有才能之事不受重视啊 那所以呢 他有那个博乐不常有之叹啊 呃 他感慨自己的才能呢 呃 就一直没有被人赏失啊 这就是他写这个 马说这篇文章的这个缘由 但是他不直接说自己啊 而是接千里马 没有被发现啊 埋没于一般的马夫 呃 来引试自己呢 仕途的不顺利啊 一直没有遇到自己的博乐啊 这就是这个文章呢 托物寓意的这个地方啊 好 那我们来做我们的练习题 好 作者对博乐和千里马的看法如何呢 我们的提示呢 就在我们的第一段 当然这个黄色的这个格子提示是不用写的啊 同学你只要写题目跟这个 这个答案啊 那这一段呢 博乐跟千里马的看法如何呢 他就是在这里对不对 是有博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博乐不常有 当然我们这边回答呢 如果没有说明要用原文回答呢 我们必须要写白话文哦 所以同学可以根据这两句话呢 把它用白话的方式来写啊 所以我们答案可以这么写 作者认为世界上要先有博乐这个了解马的人 千里马才会出现 而且千里马很容易找到 可是呢 博乐却很少啊 那这一句白话呢 就完全是来自于指各地句的这个原文的啊 好 没问题的话 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问答题啊 千里马落入奴隶之首会有什么下场呢 那也是在第一段的第三句这里啊 就是故虽有名马之入于奴隶人之首 偏使于朝历之间不与千里称也 所以呢 我们也是要用白话文 把这个答案呢 写一写 我们可以写成 普遇根本不懂得见别马的优劣 只把千里马当作普通的马 让他们跟普通的马一样老死在马厩里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千里马 那这样写就可以了 那我再说明一下这个红色的提示的格子是不用写的 然后我们看第三题 为什么那些名马只能辱于奴隶之首 偏使于朝历之间不与千里称呢 这个是换一个方式来问 那个跟第一题相似的这个问题 那提示当然还是第一段 答案呢 就是因为呢 千里马常有 博乐不常有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要写 因为呢 会像马的博乐不常有 很难遇到 那千里马才没有被发现 这个是跟第一题的问题很相似的 怎么 他换一个方式来问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题 为什么千里马无法发挥他们的潜能呢 那我们的提示呢 在第二段 那就是什么呢 马之千里子一时或尽数一旦 是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是也 所以呢 食不饱力不足 财美不外限 安求其能千里也 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要把这一段呢 用白话文呢 简单的述说 我们答案可以形成这样 千里马的食料很大 一餐可以吃完一蛋的粮食 那但是养马人不了解其特性 而没让他们吃饱 因而力量不足 发挥不了其日行千里的潜能 好那这题没有问题 我们马上看第五题 文中哪些句子能够体现千里马不能日行千里的原因呢 那你这样看的话 哪些句子呢 答案呢 就是要我们写原文了 那其实呢 答案呢 也一样在这里 不过呢 这一题呢 是跟上一题是一样 只不过这一题呢 是要求你 文中哪些句子 所以是要求你写 原文的啊 那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食不饱力不足 财美不外限 且欲语长马等 不可得 那就是写原文 那原文呢 记得你要放那个双关引号的 好我们紧接着看第六题 第三段啊 这个第三段啊 这也是不用写的啊 通过哪些语言来体现 赤马者的浅薄愚蠢呢 那就是这个 赤之不以其道 适之不能尽其财 明知而不能通其意 则赤而灵之 曰天下无马 明明自己不懂得怎么样 喂养他 培养他 还要拿着马鞭 在他面前说 天下没有千里 就是这一段话 那我们把这一段话 写下来就好了 他问你哪些语言呢 就是哪一段原文 所以你要记得放 这个双关引号的 第七题 为什么说那些 握着马鞭 大喊天下无马的人 是真不知马呢 当然 这个的答案 是在这个第三段 这个第七题呢 其实跟刚才第六题呢 是非常相似的 不知道 换一个方式来问 那为什么说不知马呢 因为他 赤之不以其道 赤之不能尽其财 明知而不能通其义 对不对啊 所以呢 白话文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 因为他们不懂得 驱使千里马的方法 就是这一句 不懂得正确的 喂养他们 喂养他们 就是这一句 又不了解其脾性 就是明知而不能通其义 就是这个答案了 好我们马上看第八题 第三段运用了哪些修持的手法 就是这个 用了什么手法呢 那你看前面这一句 赤之不以其道 赤之不能尽其财 明知不能通其义 这很明显呢 你看字数一样 那那个结构也一样 那很明显呢 他是用了排比的 这也是排比 然后还有这里 其真无马耶 其真不知马耶 所以是自问自答的 所以同学还记得是什么吗 没有错 这是色问 所以这个第三段 他用了排比跟色问 那第九题 那用色问句表达 作者心中感慨的句子是什么呢 你会做第八题 自然会做第九题 那就是这个最后两句了 其真无马耶 其真不知马也 我们来看第十题 本文通过千里马的诏域 表达了韩誉怎样的思想 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作者 对不对 那通过千里马呢 被埋没 没有被伯乐 发现 始于普通人手 普通马夫的手里 表达了韩誉 自己呢 也被埋没了 自己的才能也被埋没了 那没有人发现 他是很有才能的人 在这个仕途上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是怀才不遇的 寄予了韩誉怀才不遇的 这个愤慨 第十一题 本文中 伯乐 千里马 各比喻怎样的人呢 那伯乐呢 就是能够赏识 有才能的人 千里马呢 就是有才能的人 人才 对不对 所以呢 就说伯乐 即善于识别 人才的统治者 那这个对于 韩誉来说 这个一定是要统治者 一定要高层 才发现他 才能提盘他 对不对 千里马 即人才 本文中哪句话 是阻止句呢 那就跟我们的议论文一样啊 阻止句就是我们的论点 那我们的论点呢 通常呢 是在前面 或者是后面的 那这一篇呢 请问我们的论点 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那么新系的同学呢 应该马上可以发现到 他就跟我们前面上过的 那个议论文呢 是一样的 他通常 他是用了 而议论文当中很经典的这个 这个结构啊 那就是阻止句呢 在放在最前面呢 就是这一句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他先说这个论点 因为世界上的一定要有伯乐 然后才有千里马 然后为什么呢 他后面呢 才去论证 对不对 所以我们阻止句呢 是在最前面 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论点了 好 那我们做第13题 找出下列各句中的通假字 并写出他的本意和意义 那才美不外现 那是这个现呢 是我们的通假字 那现通什么呢 通这个出现的现 含义呢 在这里呢 是显露或者是出现 是之不能尽其财 那这个这边呢 有两个通假 首先第一个呢 是财 财呢 通人财的财 含义呢 是财能 第二个呢 是是 是呢 通什么呢 通喂养或饰养 那含义呢 就是喂养或饰养 其真无满耶 那这个耶呢 是通这个耶 含义呢 是妈 好 那我们做第14题 请辨别文中各个旗字的含义 这边有很多旗字啊 可是意思呢 是不一样的 来我们来看 是马者不知其能千里 而是也啊 那这个旗呢 指的是不知道千里 马能够走千里 所以这是带死 带起来的只是千里 按求旗能千里 怎么能够要求他能走千里呢 所以这个他指的 也是千里 所以也是带死 次之不以其道 次之不能进其才 明知不能通其意 这个三个旗呢 很明显跟上面呢 也是一样的 属于带死 指的是千里 那所以这前面五个呢 都是带死指千里 第五题 旗尊五马耶 这个旗就不是 这个带死了 他指的是副词 表示反问语气 相当于难道 难道真的没有千里 马马 其真不知马也 那这个就不是难道了 而是猜测推测的语气 我们可以翻成也许 或者是大概 好 那我们来看第十五题 请写出以下相同字的意义 那有一些字是一样的 可是意思却不一样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这个跟白话文我们常用的 这个常是一样的 所以是经常或时常 且欲长马懂不可得 这就不是时常跟经常了 这个常是指普通的马 这普通 一时或尽数一旦 食不饱 这个食呢 就是我们普通白话文的理解 吃的意思 那么 世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事也 世之不能尽其才的事呢 这里读音就不一样了 这里不是痴 而是喂养或是养 食之不以其道 这个是动词用的 它本来是指马鞭 在这里当作是驱使的 是动词 同学可以自己讲的动词 责策而灵之 那这个就是拿着马鞭 这里就是回到它原本的意思 名词指鞭 那不以千里撑眼 不会因为它能够 是千里马而出名了 这个是以呢 是因为 世之不以其道 那这个驱使它呢 不按照它的方法 所以这个是按照 或者是根据的意思 当然文中呢 还有呢 而跟也呢 也是出现很多次 可是意思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是虚词呢 老师就不多讲了 那有兴趣同学呢 可以去查 那有不明白呢 你可以试底下问老师 也是可以的 来我们 接着呢 我们讲我们的文学常识哈 它出处呢 是昌林先生集的杂说 那杂说呢 总共有四篇的啊 这是第四篇 那我们的题目呢 马说呢 是编着自己编上去的哈 那我们主旨呢 就是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 基于了这个作者怀才 不欲的这个分概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主旨呢 做心思想呢 我们写的详细一些哈 那作者借千里嘛 被遭他的遭遇呢 为欲 讽刺了当权者 不能知人善认的愚蠢 那论证呢 善于识别人才的重要 那也基于了作者怀才 不欲的愤慨 那我们写的完整一些 好 那我们看写作特点呢 总共有三个 第一个文章用的是什么手法呢 这我们在那个学习目标里面 有提到的 借坛马来表达 作者怀才不欲的 这一个分概 所以这个是 托物寓意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哈 不断的强调了哈 全文中心突出 三段文字都围绕 什么来写呢 那就是我们 第三段的小节的 那个重点 就围绕着 马夫不识马来写了哈 不懂得 看千里嘛 不懂得看人才 那第三点呢 是 文章呢 是正面提出论点 他是说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他是正面的哈 可是呢 他是从反面来论证的 他真正的论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那反面论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说 因为就是没有伯乐 他在普通马夫手里呢 这些千里马呢 才会被糟蹋 所以是反面论证的哈 同学还记得 这个论证的方法吗 正面论证 跟反面论证吗 那如果同学 不太记得的话 记得翻回前面的课文来看 跟笔记来看 好 这是我们的三个写作特点了 好 那我们来画注释了哈 那么这个第一个不需要哈 第二 乳 那同学你要写 这里指受屈辱而埋没才能 然后奴随要 那奴隶要 子仆义 平 平的这个汉语篇也要写啊 偏便 那两马兵家 引申为两物并列 然后便使也要啊 便使并列而始 那朝跟利呢 我觉得考试应该不会出了哈 那同学留一个意 我觉得我们写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 这个不要写了 我们直接写 朝利 是等于马就或马鹏 好 然后 或 有时 近 是玩 那 素 这里 放指粮食 但 量词 食斗 那你要写它的读音 但 然后这个 是 那你要写它的读音 那是给 吃 或者是喂 或者是饰养 好 那我们 这一页呢 总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个注释盒 那我们看第二页的注释盒 外线 这个也是要的哈 你要写汉语拼音 那表现在外面呢 还有这个单单读的这个线 是出现 且 是副词 它是由 或者是上且的意思 等也要 等是等同 哦 测之 测之也要啊 测之是驱使它 那测也要啊 那呢 呃 同学 呃为了 方便大家学习呢 同学你还是要把这里呢 写完的啊 那如果是考试的话呢 同学呢 你只要写这一句就可以了 哈 就是呃 这里用为驱使的意思 但是我们的笔记呢 还是要写完这一些的哈 哦 好 以其道啊 就是按照驱使千里马的方法啊 以呢 是按照或者是根据 到呢 是方法 哦 那这个尽其才 竭尽他的才能 啊 那这个才呢 也要写啊 同才啊 啊 那这个不需要啊 那这个零 是面对的意思啊 呜呼啊 探词表示感叹相当于哀 呃 还有这个 其 呃 副词表示反微语气相当于难道 啊 那还有第二个 呃 其 可誉为 也许或大概啊 那这个是 那个 其真不知马也 同学你要写其真 其真不知马也 你要写那句哈 然后也 也表示疑问相当于 那但是同学呢 呃 这个呢 都是虚词啊 所以呢 这个呢 老师只让你们写笔记啊 那考试呢 应该是不会出的啊 所以同学你要记得我们写了笔记呢 可是呢我们呃 呃不需要 呃 考试的时候呢 不需要特地去 呃 把它记起来 那我们这篇课文上完呢 我们有一个衍生思考啊 那如果你也像韩玉一样 在班上遭受辱墨压抑 同学和老师经常不看好你 你会怎么办呢 那比如说一些情况 比如说你自建当班长 呃 毕业刊筹委主席 义卖会筹委主席 班级合唱赛负责人等等 你自建 为你想要做 但是都会被质疑无法胜任 而不接受你的自建 那你会怎么办呢 那这个情境呢 还可以分为两种的啊 A 尽管遭受质疑 你还是确定自己就是千里嘛 绝对有能力胜任的 B 因为遭受质疑 你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千里嘛 然后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那你是遇到这种情况呢 呃 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那我们的回答呢 是回答的时候呢 请注明你是A 或B的情况 你通常是A还是B的情况 比如说 好 那比如说陈晓明同学 他觉得自己呢 平常都是A的情况 他就说 哎 不管如何 我都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 那你才来写 你会怎么办 那你同学你可以 如果你是A的情况呢 你可以抄这一句 作为开头 然后才说你的看法 那同学如果呢 你是B的情况呢 你可以参考这个 黄大才同学的这个开头啊 其实我应该知道 自己好像真的如同学 所想的那样不适合 可能也是能力不足 所以 你要怎么做 那不管你是 绝对相信自己的 或者是开始怀疑自己了 那你都要为自己想办法 然后你自己要发表你的意见 那同学呢 这个延伸思考呢 是在我们的 那个数位平台里面 那我们放在今天开始 然后截止热情呢 是5月20号晚上11点的 请同学抓紧时间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希望同学呢 及时完成自学 做好笔记 并且做完我们的延伸活动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